今天我們TVB23周年台慶 應該說幾個好說話 好啊,你先呢 好啊,我祝TVB生日快樂一年勝一年 都是這樣的行業 我的行業? 那你的什麼高明? 我的高啊,我祝TVB能夠年生季子馬到功成 年生季子? 年生季子就是每年都能夠生產一些質素極高的節目 對的,對的 那什麼叫做馬到功成? 馬到功成就是供足各藝員同事上去藝員經理室傾約的時候能夠馬到功成 要了,一定要,一定要 你知道了,藝員傾約很艱難 喂,周星馳不是吧? 你現在當紅炸子雞,你傾約怎會有艱難? 一定有 我不信 你不信,你做一下我,我做經理 是不是? 你試一次這麼多 好啊 各各,因為 經理 喂,周星馳 喂,你這陣子不得了啦 你豬龍入水啦 沒有 沒有 有什麼貴慣? 沒有啊,經理 你知道,我的藝員就滿了 你知道現在每樣東西都貴了 那我又要公車啦 又要養我媽媽啦 又要公樓啦 又要公樓啦 又要養兩個妹 所以希望呢,我的藝員,續約的時候呢 希望經理就儘量加我 咦? 周星馳 你這兩年做不夠鬍子 是啊,因為公司最近幾年都派一些古裝片去讀 我明白的,其實呢 公司對於一些做不夠鬍子的同事 一向都抱著一個非常容忍 和很理解的態度 因為未必是藝員的錯 可能 公司兼顧不了,當然 所以我們一向都很投契的聊天 前兩天,誰又下來 大家聊得很開心的 但他有一種不好 什麼呢? 他不僅做不夠鬍子,他還要求加薪 咦?那 唉,這下真的沒辦法了 那你已經做不夠鬍子 即是說你不用做就有錢拿 唯一條鬍子 喂,你人工每個鬍子大多於阿姐 是啊 那阿姐是全台最大的 那你是不是想大過阿姐 當然不是 那就是啦 你這種想法應該拿進去道具簿 拿進去道具簿做什麼? 圍著來搭 啊? 拿個腿 好啦,我們就算了 都有他了 是吧? 那你還說你家人工 你這樣的想法 簡直是喪盡天良 是啊 那我們經過開會的時候 當一個人 他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完全對公司 一些感情都沒有 是 沒有感情就不幫工作去投入 是 所以經過開會分析決定 將他放棄 即是怎樣? 即是炒個魷魚 噢 噢 但你剛才阿周星馳 是嗎? 是 阿周星馳你剛才說 是不是有什麼要 沒有啊,沒有啊 我沒有講過話 你進來做什麼? 沒有啊,我進來拿一本香港電視 那你隨便吧 噢 噢 噢 所以說呢 根本上我們這些 做不夠鬍子 聊天就很艱難 不是吧,星仔 我做夠鬍子 我爆鬍子 聊天一樣這麼艱難 怎麼艱難呢? 不信你又反過來 你做不行 但我做經理 喂,來啊,來啊 進來 喂,經理 喂,達哥 哈哈 喂,你好世界一輪 又拍電影又成 喂 喂,找我什麼事? 不是,我想說呢 明年是百物騰貴 我睡覺就快滿了 我想說你能夠穿兩家 喂,達哥 怎樣啊? 爆鬍子啊 是啊,是啊,是啊 哇,你又好啦 我份工又爆鬍子 又拍電影豬龍又鬍子 喂,你小心些年尾的稅單 喂,有沒有儲這個錢 有,有,有 不要納亂賭錢 沒有,沒有,不賭 我們公司一直很喜歡同事爆鬍子 是,是,是 前兩天而已 誰又來聊天 他一樣是爆鬍子 是啊 唉,我們好開心 但是他有道不好 怎樣啊? 他要求加人工 是嗎? 我說有沒有搞錯啊 你經要求加人工 哈? 你已經有爆鬍子 又有份正比人工 你現在人工多過大姐 你竟然要求加人工 你這樣做法簡直是無量 簡直應該拉進道具部 都不止,還要拉進美術部 拉進美術部做什麼呢? 黏著他 黏著他 他將來公司有用的 這樣啊 啊,於是我們分析過之後 開會之後 覺得他應該對公司完全沒有感情 於是確定對他放棄 哦,這樣啊 所以呢 爆鬍子又慘 又不爆鬍子又慘 是,是 照計就是 其實我們都是錯的 想心一層 我們應該對公司有些感情才對 都對的 那其實我們都應該報答公司 要的,所以我決定由今天開始 將我的人工減一半 我決定由今天開始 你要求公司貼我頭到拍我股裝 吊我 將我做到人不像人 狗不像狗 我決定將銀行的儲竹 就是小小儲竹奉你給公司 我決定叫我媽媽一起來這裡 洗廁所抹地 來報答公司對我多年的栽培不收錢 喂,我們今天講一講 今天來有沒有錢收? 啊,沒講過 沒講過? 是啊 不是啊 我,我以為跟你講了 沒有錢收,講那麼多了 喂,這樣就這樣說兩句 好啊,祝公司又生日快樂 一年好,一年就是這樣 好,我們很會